平川说了应天天聊门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游人族大战亡灵 简称人鬼大战 另外的话本场对抗也算是 辽民WCG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 好我们看一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TS 一张比较大的EVE地图 出身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人族 这个ID有点奇怪 是八个树框平川数了一下 这是死盖 人寰 李小峰 当然网易天地还有一个人 好几个血缸 并不是死盖是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的话网易天地最高打到14G 感觉实力比盖哥还要强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盖哥遇见的对手是谁呢 出身在地图的右下角 一名红色的亡灵ID叫TDWE 这也是盖哥当年的队友TD 退役之后 两名WCG世界冠军 TD是一直在直播 但是盖哥先做企业家 后面企业稍微的步入正轨之后 又开始做起了一些直播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双方的一个发挥 英雄选择方面的话 我们看一下TD这里是 先造兵营 后造祭坛 英雄选择的是恐惧魔王 如果英雄出来就会稍微一丢晚 按恐惧魔王的手发 王力的话就成时开分框 我们看一下盖哥这一边 盖哥这边首发的是山丘 那这张地图的话 首发山丘 开分框的几率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这边的话盖哥英雄的出来的比较早啊 开局直接练一下这个雇佣兵营地 好本场对抗 两位WCG世界冠军之间的对决啊 虽然说退役了 但双方的实力还是依然很强大 那尤其是对于Sky来说啊 2005年2006年连续两届WCG世界冠军 其实2007年也差一点啊 可惜可惜啊 被一个瑞典的啊 暗夜精灵啊 叫小蘑菇是吧 打了哪个什么双兵营女猎 哎呦盖哥的话 屈居亚军啊 非常的可惜 那一年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盖哥一出来的话 打了一个抽篮棒加上一个力量加三 这边退役的话 哎 好 把一个侦察的步兵给围杀了一下 恐惧魔生个税啊 围杀还是比较方便 这里的话 哭了一招 刚好这里没有小动物是吧 哎 谢谢盖哥送个一个步兵 好 那这里直接卖了TB啊 买了个腐蚀之地 那这边亡灵史直接开分框 这边盖哥是先练一个雇佣兵啊 练个小点 第三个点啊 再去练一下分框 双方这一局很可能达成一个双框 打双框的一个大后期啊 好 亡灵对了话前期还是狗流为主 恐惧魔王后面生个腐蜂 各种屠农也是非常的强 不过盖哥防骚扰的能力非常的强啊 因为就在刚刚平川解说了一场 盖哥和FQ的一场对抗啊 真的是 全场FQ没有机会去骚扰啊 盖哥这个侦察还是做的很不错 好 我们看一下这里哎又打了一个蓝牌 这最近几局的话感觉Sky的运气很不错啊 而且我看了一下 昨天看了一下盖哥的话王毅天地打到第四了啊 非常强非常强 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炼完之后山丘之王直接到了三级 那马上要去侦察一下一般双方英雄到了三级啊都要去互相干扰一下对方开分框 这里的话非常的保守啊 先放个通灵塔第一时间升好 通灵塔搞好啊 你想骚扰我难度就有点大了 山丘单纯买好啊 不过暂时还没有买鞋 这边步兵压了过来 四个步兵加上一个黄皮 黄皮看看要不要驱散一下这个骷髅 这里发现对方进攻过来 拿泰的这一边的话 好这个点暂时不练 暂时不练 先解决一下这个分框的一个危机 恐惧魔王一技能睡二技能抚风 山丘单船过来要进攻了 山丘的技能选择是二级风暴之锤一级的踩地板 如果升个二级踩地板会更好一点啊 一级踩一级踩地板的话伤害没有那么高 我们看一下奔船对抗 接下来能不能双方互相围杀一下 这边险狗先撤一下一个锤 先锤一下对方恐惧 小狗把自己的恐惧围起来 打不到哦 打不到了 好抽蓝棒抽一下 那这里的话要不要杀小狗了 那边黄皮赶紧拉开来 哎 盖哥的话杀心有点重啊 上来就像秒对方的一个英雄 那对方狗有点多各种卡位 好反手睡你一下 这里想围杀一下山丘 山丘一级踩地板 如果是二级踩地板就舒服了 一级踩 但是血量也不少 毕竟前进的话狗比较的脆 这里也不太敢围杀了 我又再敲一下狗 掉血有点多 恐惧魔王现在是二级 山丘的话是三级 不过山丘现在血量消耗了有点多 一个浮风 山丘赶紧交一个TP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双方的话有惊无险 分矿都是顺利开出来 不过盖哥这个商店造的稍微的有点晚 这边五个小农民 加班加点赶紧把它给赶出来 科技情况 我们看一下 王林已经开始升二本了 王林是开着分矿 升着二本 毫不耽误啊 盖哥这里的话 前期分矿的投入的资源有点多 就花了不少钱买这个雇佣兵啊 所以说科技可能会落后有点多 那接下来 恐惧魔王可以安心的练几了 阻止了人数的这一波进攻 恐惧魔王马上可以到三 三级之后呢 有个二级的抚风 二级抚风通农起来还是比较的方便 看一下盖哥这里 人魂死个矮 状态不好 步兵先往前压 山丘的话到时候可以单传过去 这里还想过来进攻 但是王林分矿赶紧补这个统灵塔 统灵塔一多 一想拆 说实话难度还是有点大 哇 这个五级野人从商店骗到了那么的远 这里能找一个什么好的东西 看一下 金光一闪 升到三级 打了一个闪电盾 好 人族又过来进攻啊 盖哥这边的话出了非常多的步兵 赶紧干扰一下对方的分矿 这王林双靠后期实在是太强大 二级抚风冲一下 冲一下你的步兵 山丘还没有来 这里想围杀 想围杀这里的步兵 还是能围住 那这里的话绿皮输出一下 小狗前进还是比较的脆 王林要不要驱散一下 这里步兵继续 步兵大战小狗 山丘又是满蓝的一个状态 但是太太这边很狗啊 家里的话通灵塔全部升起来 那这个分矿 想拿下难度还是有点大 他即将要升好了 现在升了一半 这一波看看盖哥 要不要顺势把对方给拿下 这里山丘的话状态还是很不错 但是佩德这里走位很小心 卡在小角落 你这边打我不带好打 两个塔马上好 两个塔一好的话 这个分矿就比较稳了 科技情况 盖哥这里还是没有身本 前击的话 很多资源投入到了分矿 还有这个雇佣兵 想法很好 想一波把对方给带走 但是难度有点大 这里一个锤想围杀 哎呦 这里小骷髅 卡了一下位置 为自己的大哥杀出一条血路 这边分矿 两根红塔 一根冰塔 想进攻过去有点难 不知道有没有身好顶盾 山丘这里要采购一波 看一下 哎 买了裙博 买了无敌 这一波盖哥还是想正面去进攻一下 但是亡灵二本已经升好了 已经开始转天轨 这里的话 雇佣兵把这个天轨给处理一下 山丘升到了四级 目前的话盖哥还是非常的强势 压在亡灵家里 随时准备大决战 但是亡灵的话不想和你打 我在等我的科技 发现你分矿塔有点多 我进攻主矿 哎 盖哥这边变通起来非常的快 直接进攻 但是亡灵的话 哇 分矿 主矿也开始升塔了 而且是双地穴爆天轨 天轨 你这边的话 步兵不能够对空 孔军王回家 这边的话有二本了 可以直接买法力要水 后面无限的 是吧 各种抚风冲冲冲 那这一波盖哥骚扰的时间到了 哇 前面还造了一些塔 盖哥是真的很想一本 把对方给拿下呀 很想一本把对方给拿下 但目前来看 难度好像有点大 有点大 对方的话 天轨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 你只要顾农兵被解决之后 你就没有什么对空能力了 而且亡灵加了的塔 这个有点多 你步兵进去的话 很难再出来 好 这里要全力杀一下你的绿皮 杀完绿皮之后 那盖哥这边对空能力 又非常非常差 亡灵 对方有税 直接顶了一个无底 但这里的话想卡位 想卡位 还是想把山丘给留下来 另外一边的话 盖哥又花了很多钱 买了一波雇佣兵 但是呢 除了绿皮 其他雇佣兵的作战能力 不是特别强 这里的话就装打你的雇皮 绿皮解决 黄皮也有一丝血解决掉 这里山丘还想杀 对方的一个DK 但是DK的话 非常非常果断 及时撤退 山丘这一波的话 赶紧撤 但是对方恐惧魔 很可能把你睡掉 幸好的话山丘有鞋 跑得比较的快一点 好 这一波的话 人组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 但是并没有把对方给拿下 那前期这边造的塔 买的雇佣兵 哎呦 这一波局势浪费很多 那现在盖哥只能转而去 升本来打了 升本来打 但这个时候 亡灵三本已经开始升 人组刚刚升二本 科技差落后有点多 山丘之王的话 到了四级之后 确实没有赚到很多便宜 亡灵确实想去亡灵家里打 难度有点大 亡灵家里的塔 确实非常强 好 我们看一下 亡灵这一波的话 成功防守住 Sky的一波进攻之后 开始疯狂不断级 恐惧魔王已经四级了 二发的DK 这边有血瓶 这边有大雪 这个道具也是非常的充分 天轨的数量也是有点多 盖哥现在是转一些火枪 对付你的空军 铁匠部已经安排好 二本的话升了一半 这边亡灵继续练级 恐惧魔王四级 过来看我们要不要处理一下这些塔 山球之王 又过来还想打吗 还想进攻 这一局的话 Sky确实进攻的 进攻性非常非常强 这里想去买飞艇 但这里的地还没有炼掉 过来炼这一个地精实验室 这里的话 带了一看 哇 没想到盖哥还在我家里 连入了那么多塔 幸好幸好二本撑住了 否则的话 这些塔再加成雇佣兵 确实很难受 天轨的话 目前30没有去升工坊 但是有盒子了 这个补给的问题解决掉 现在各个赶紧把山球练到五级 五级之后 看看有没有机会 秒对方的一个英雄 这边打了个力量加路 买了个伐木机器人 力量加6之后 山球会越来越硬啊 科技的话 现在人足二本马上升工 升工二本 看看要不要去升三本 王林呢 抽点时间 先把对方 把前线造的一些塔 还有这个伐木场给处理一下 确实吓了一大跳 好 三本即将升工 看看王林三本之后 会用什么打法和人足对刚 双方的话是双框 打双框 山球这边打了一个蓝石 那马上可以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的山球 还是非常非常的猛 这边王林也在疯狂的不等级 恐惧魔王的话 练完这一波 快四级半 DK呢 也和四级大哥 又打了个大雪 恐惧魔王两个大雪 是吧 你山球确实五级很猛 但是我雪多呀 哎呦 这一级双方互相针对 来看一下 人足家里的话 也想出空军 出飞机打你的天轨 但是 这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 你的飞机 别人 有恐惧魔王呀 到时候恐惧魔王五级 升个三级腐风 三级腐风 打飞机太强了 这边还出了一个听客 哎呦 盖哥这一局被针对了呀 山球买了个隐身 看看对方练击的时候 突然一锤把他给敲死 是吧 吓对方一大跳 那现在 TED的话 还是打的比较针对啊 研究的比较唾彻是吧 拼空军 我这边的话 占一点优势 主要是英雄的话 有个AOE能力 打空军太强了 但是盖哥的山丘 没有什么对空能力啊 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来打 说实话 难度有点大 这里的话 哎 终于终于抓到对方链级了 这边血量控制的 还是很不错 这里看看 也没有机会啊 山丘是三级风暴之锤 山丘 山丘一个 哎 这里好像是不是锤错了呀 敲一下地板 一个锤 但是并没有占到很多便宜 山丘现在 没占到什么便宜 王林要不要围上一下 不过王林 现在地面不得 不是很多 现在盖哥的话 看看奥本之后 要不要二发一个什么英雄啊 最好是二发一个 熊猫或者什么英雄啊 你没有AOE伤害 后面的话 你的空军会对方 完全各种针对啊 孔军魔王四级半 再练下去 也到五了 五级之后有三级抚风 三级抚风 感觉冲两下 两对飞机都能冲掉 好 这里有个阴影去侦查 那飞机的话 有反映能力 把对方反映一下 山丘呢 五级之后 确实有点无所事事啊 自己的话 也练不了什么级了 只能去找对方 但找对方的话 部队有点多 也占不到什么很多便宜 人口方面 现在亡灵是76人口 盖哥是61人口 亡灵确实 奥本生好了之后 这个资源还是有点多 哇 除了天鬼 还在出冰龙 山丘 要不要去对方家里 杀点农民 那对方马上回城 这非常果断 这里想单传 一个税 山丘身上有回城吗 好 有回城 赶紧交个回城 这边双白骨帝 亡灵 泰德是决议 一定决定了 打空军打到底了 天鬼配合这个冰龙 那这里的话 盖哥出飞机来打 飞机现在是一工临防 一工临防 还是那个问题啊 你的空军 能够被对方的英雄克制 但是你的英雄 克制不了对方的一个空军 盖哥的话 发了一个血法师 血法师的话 给自己的山丘补点蓝 血法师也没有什么对空能力 没办法 AOE伤害太低了 那怎么打呢 这一局 这一局的话 盖哥还是战术方面 被对方给压制了一波 还是前期的话 前期一波Rush也没有成功 导致自己的资源的话 还有这个科技落会有点多 好 王林现在已经是80人口的空军 冰龙加天鬼 攻防的话是两攻一防 攻防有点高 人口也是非常的多 再加上英雄等级 这边恐惧魔王 恐惧魔王4.7级了 即将到5级 5级之后 打飞机能力很强很强 好 这边TED已经直接过来进攻了 血法师才刚刚到 刚刚到 有个加速手套 不敢拿 对方这个部队有点多 80人口 盖哥这边是75人口 75人口 好 这里也过来直接拆吧 哦 有个防目机器人 这里直接一个处啊 一轮骑射解决掉 这边TED升到了53级 3级之后有2级的导弹 也能对空 哇 这一局盖哥的飞机 很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啊 好 外围的建筑 拆一拆 拆一拆 80人口大军 很强势 盖哥的话 想开个分框 这个分框要是能开出来 确实非常不错 飞机的数量 现在两攻零防 但是也不是群空军啊 这边还有一些雇佣兵 现在的雇佣兵就有点鸡肋了 这里亡灵还在 还在不等级 不等级 现在恐惧王是4.8 4.8 马上要到5了 5级之后 有三级抚风 盖哥这里想开始开打了 不论再等下去 等下去 对方部队会越来越多好 一个锤 想把对方的英雄秒掉吗 锤了一下 对方的一个DK 然后飞机 哇 一个抚风飞机 立马就一色选 然后天轨开始打收割了 开始打收割 这边天轨二级导弹 哎呦 太克制这边的飞机了 那这边克制的差不多之后 我们看一下 双方地面部队英雄 怎么方面 飞机被处理完 这边的话还有冰龙 盖哥地面不太好打 对方的话导弹还能晕你 盖哥这边的飞机 还继续过来偷袭一下 对方的一个空军 双方人口掉的都非常的多 盖哥从75掉到50了 掉了将近20人口 这边TED这边是从80 掉到了又是7 这里要开始杀英雄了 想杀对方的一个DK DK的话这里有雪瓶有大雪 现在亡灵还有空军 还有冰龙 盖哥的话 飞机继续突兰 突兴一下对方的一个冰龙 把一个冰龙给解决了 这一波大环转双方 这个战数都非常的多 山丘的话即将到6 血法师已经三级了 但是亡灵这边是543的一个等级 英雄等级也是非常的高 亡灵继续出冰龙 哇 亡灵现在的资源真的太多 一口气两个冰龙四个天鬼过来 直接要秒英雄了 差一点这边DK被秒掉 山丘山丘 哇 到了6级 敲了个地板 补了一个伤害 还是把四级DK给秒掉了 这一级团战 双方人口的话 不等这个部队死的多 英雄方面的话 打的也是非常的残 这里想开分贯 但是大战的同时没有多少钱 只能远窗踩一下矿 主要是团战没打赢 如果盖哥团战能打赢的话 这个分贯还是可以开 好 打完这一波的话 双方又开始补人口了 这亡灵人口恢复的非常快 立马就恢复到了68 天鬼现在是三宫两房 盖哥这边是两宫零房的飞机 同样还是问题 飞机的话 空军作战能力确实很强 但是亡灵这边 英雄太克制飞机了 好 亡灵四个DK 阵王赶紧复活一下 盖哥这里的话 英雄没有阵王 但是状态很差 赶紧补一下 我们看一下 主块还有一千多块钱 马上踩空 分矿盖哥四千多 这边的话也是四千多 双方资源差不多 这里的小狗踩的差不多 紧紧在休息了 盖哥这里远程的农民继续踩矿 血法师三级半有避难 这边山丘 还在补一个状态 看一下亡灵这边 亡灵的话 三宫两房 还在升宫房吗 暂时没有升三房 还在补天鬼 真的是空军打到底了 空军打到底 空军打到底 对于亡灵来说 比较有优势 主要是 英雄太克制对方的一个飞机了 纯空军的话 打飞机其实不是很好打 山丘六景 状态补的差不多 家里的话还在补飞机 还在补飞机 小狗去侦查一下 看看这个点 有没有对方给开分框 盖哥这里远程采矿 虽然说效率有点低 但是说苍蝇肉 也是肉 慢慢踩 看一下飞机 现在是人足六十人口飞机了 亡灵已经是七十六人口 亡灵还是人口领先 这里小点也继续练 能赚点小钱也算钱 小狗的话 侦查 然后人足也是各种侦查 这个份话还想开 资源方面 现在人足 哇 非常穷啊 只有七十多块钱的情况 亡灵还有三百多 那亡灵 瞬间人口又补到八十了 好 补到八十 又要找盖哥打架 这边是五四三的一个等级 等级非常的高 这里的话是六三 六三 这里哎 可惜啊 血法是没有到五 但是还是 还是那个问题 对空能力太差了 这边英雄能力 好 一个锤 把对方侦查的小狗给解决掉 那这个时候 哇 八十人口大军冲了过来 终于还看见这边远程采矿的小农民 这边盖哥要不要守一下 为自己的小农民做一个庇护 这个时候家里的飞机还在调兵前将 两对飞机 两对飞机还在补 但人口差距有点大 亡灵现在是八十 盖哥的话只有六十多一点 人口差距十几 差的有点多 工坊方面也是差一点 这边是三宫两房 飞机这里的话是两宫零房 工坊差 然后英雄的话 英雄不克制对方的一个空军 这边盖哥是想有机会秒对方的英雄 虚无锤 可惜没有三发的一个圣旗 好 这边要开始硬钢了 一个锤 先把对方的恐惧魔王给限制 但是恐惧魔王锤的时间一到之后 又一个浮风 浮风 导弹 这边的飞机瞬间掉了二三十人口 这个人口掉的非常的快 这边的话 虚无一下对方的两个兵龙 然后对方两个兵龙 没有一个输出的空间 这边 勿瓦 浮风一抽 血法师阵王 那这边 吃个群补 拿起来 六级山丘 六级山丘 但是对方的话 第一伙直接招了出来 盖哥 打出了激进 我们恭喜TED 这一季的话 还是TED战术 才没有稍微的占一点优势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 谢谢